有个民众皮夹不小心掉在马路旁边 不到几分钟就不翼而飞 短短几公尺的距离 杨先生来回找了几次都找不到 他到警察局看了三个小时的监视器 还是没有找到线索 但回家之后才发现 自家的监视器居然入到了 皮夹是被路过的计程车问奖给捡走了 这个杨先生他气不过 靠自己找车牌追回了皮夹 直呼实在太离谱 手握滑鼠紧盯电脑里监视器画面 杨先生真的气不过 就是因为当天他发动机车之后 皮夹掉在原地 路过了计程车问奖下车 没把皮夹送警局 居然是用外套包着 把皮夹丢进车子里 仔细再看一次 问奖仿佛大老远就能够看到 皮夹掉在路旁 手脚超快 手练把皮夹丢进车内扬长而去 你一下车直接拿个衣服盖起来 就丢到车子里面 感觉就是 我就是要把那个东西捡走 神奇的是为什么他开车 他经过一个 一个这么不起眼的角落 他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想不透 杨先生学习了柯南办案 到警局看了两个小时监视器 结果拍到关键画面的 居然是自家门口外的监视器 不是人捡走的 是有人开车过来 他有大牌 可以让我去追 因为有了大牌 我不相信我追不到你 当柯南找回钱包 杨先生另外一个身份 是艺人审视朋友 好朋友 两个人共同兴趣 就是玩遥控飞机 陈世鸿结婚时 杨先生帮忙测拍记录 敏锐观察力 这次也让他顺利找回钱包 新闻林清晨漫威 台北采访报道 新闻林清晨漫威